画面上就是许多来参加基隆市一姓南融碑 全国围棋公开赛的同学跟家长们 在完成报道后陆续就位 整个流程非常有秩序 来参加的同学们说 围棋是一个训练脑力跟逻辑的好运动 就是比赛的话可以伸短 然后现在是四段 那你再形容一下就是可以训练什么样的 这个能力吗 就可以训练思考计算跟耐心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围棋可以帮助脑力运动 然后也就是除 而且它是静态的动态 也不会像动态流那么多汗 就是静态可以动脑 而且又不会流太多汗 所以觉得很好玩 那你几段呢 也是跟它一样四段 非常算是一个很 我们怎么说啦 它是一个很精致 而且很需要技巧的一个 包括一些策略 计算 布局这些东西 都是要融合在这个围棋里面 所以它是我们 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 里面非常 我觉得非常精致 而且很先进的一项 一项 可以说是一种发明 它是我们那个成分 我们也预估在明年的三月或四月 希望能够举行一个五百多人到六百人的一个大型比赛 因为奉议长指示要打造基隆市为一个围棋城市 我想这个围棋的活动在基隆 其实在我们这个老板的这个领导之下 他的儿子 包含很多的这个围棋的这个选手 也培养出非常多的好朋友 那围棋运动其实 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发展是非常的好的 他要用脑力智力 然后要培养耐心 所以我想我们在基隆市应该来大力来推广 那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担任围棋委员会的主委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 可以像台北一样 成立一个围棋的这个专班 让这个培养更多的学子 然后在升学上面有一个选择 那围棋推广计划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们现在刚起步的阶段 也很谢谢我们围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包括我的同学 在这边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其实在南農国中也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帮忙 包括我们校长 然后现在今天提供一个场地 来办一个全国的围棋比赛 吸引到蛮多选手 大概有两三百位选手来参加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未来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会全力来推动跟支持围棋运动的这个发展 然后我们也希望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也可以全力来配合 让这个围棋的运动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说我们在这个报名的一个推广方式 然后到各校 我们其实也会从社团开始 我们现在学校 其实国中国小的社团 就可以从新来开始成立一个社团 然后让我们这个围棋文会来派教练来进驻 然后这样培养 让更多的人知道说有兴趣 然后就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未来的目标 就是在这个国中端 可以成立一个围棋的专班 在开幕式上来参与活动的贵宾们 纷纷地向来自全国的家长跟同学们致意 感谢大家一起来到基隆参加围棋比赛 现场贵宾也跟家长们宣导一个好消息 就是学围棋也可以申请到很好的学校 运动机优的珍视 有运动机优的珍视 那么我们积极 积极在努力的争取 像师范大学 台湾大学 他们也能够开出运动机优的名额 那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是师范大学目前是有开 开这个硕士班 那么我们国立体育大学呢 这几年来招收了很多的围棋专场的学生 那么在教练的带领下面 他们也很争气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推上去了四位硕士 已经四位硕士 目前有两位同学准备要攻博士 担任基隆市体育会围棋委员会 主委的议长童子伟说 希望透过比赛和有计划的推广 培养更多的选手 让基隆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围棋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